好那么那么下面大家介绍到今天啊 先说一下咱们今天大体一个目标 咱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讲解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支点 一个呢叫做臂包 一个呢叫做装饰器 今天咱们大体的一个任务就是 在臂包啊 在装饰器这个基础之上 咱们去用一下装饰器来做一件事情 让咱们的迷你外部框架呢 拥有一个叫做路由的功能 到时候我就告诉你什么叫路由 你今天不用管它 现在不用管 那么今天咱们把迷你外部框架里边 添加路由的功能 这是一个用的咱们昨天讲的装饰器 然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迷你外部框架里边去 怎么和MySQL进行联合使用 也就是说从数据库里边查出来的数据 然后整层模板 整层模板进行替换 最终呢看着一个比较漂亮的页面 也就是说咱们大体的方向就是 这个地方呢我看了一个demo 应该是它的端口是七七八八 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最终的一个目标 就是能够当通过浏览器 从咱们自己写的迷你外部框架里边去 咱们能够查询出来这样的数据 就是咱们今天呢就能做到这个基本的功能 那么像什么添加呀 以及个人中心像修改呀 咱们后面再说 讲言之今天咱们大体的方向就是 把自己写的迷你外部框架里边融合上路由 融合上MySQL的功能 最终能够看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在这个看到的页面这个期间呢 咱们大家一定会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浏览器去访问咱们的服务器 服务器去请求外部框架 外部框架一般会做事情的流程 那么今天呢咱们会把这个流程呢给掌握了 那么为咱们以后呢再去学真正的张稿 学Flask的时候呢就打下一个基础了 就在这个地方你理解了 后面呢就直接用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首先咱们呢进入的第一部分 咱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说到这个装饰器 咱们简单先回忆一下 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啊 首先说臂包 咱们不要被那个死的概念 对吧 概念是死的人是活的 就看你怎么理解 那么这个臂包怎么理解 你是怎么理解的臂包 函数啊 它是个函数吗 你昨天还没整理啊 你经常用了这个插卖的 没有用过 臂包是什么 臂包 说得直白来讲 就好比它真的和函数很像 但是确实是有区别 我举个例子 当我去掉一个函数 比方说我现在要掉个函数A 我要给A一个什么东西呢 要给它一个函数的一个引用 简而言之 这个A函数里边呢 要去掉 我给它传的这个函数 我给它什么 它就掉什么 那么我可以把一个普通的函数的引用给它 就是D辅定出来函数给它 也可以通过匿名函数的给它 这个都没错 对吧 同吧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我不仅要给它一个将来处理代码的一个流程 还要给它 我现在某些东西处理出来的结果要给它 就例子 你要问我了 东哥我想做这个什么西红柿鸡的面那么多 比方说我告诉你西红柿鸡的面那么多 等等等等说了 那有人说了 我拿着这个流程就拿到了这个函数呗 但是我接下来想要去做的话 又是没有材料 请问是不是也就 没有任何用处了吧 因此什么叫币包呢 讲言之 我不仅给你函数 还要给你一些变量 给你一些数据 就完了 其实这就所谓的这个币包 那么币包 就是说拥有一个函数执行的代码 以及拥有这个代码将来独有的数据空间 那么这两坨东西加在一起呢 咱们就称之为币包 这个概念呢 经常会被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会被问你 往往被问到的这个情况就是 它会问你函数和币包的区别 函数咱们简单认为就是 只有一些功能 没有数据 那么币包呢 是又有功能 又有数据 听得清楚我的意思了吧 那么这就是币包 而且它是独有的 有的人就会问你 那么我把一个匿名函数的影 我传进去 那个匿名函数 比方说 咱不是说匿名函数了 我就给你传了个普通函数进去 但是这个普通函数用到了 全球变量能不能用呢 也是可以调用的 但是为什么咱们还要给你币包呢 为什么呢 我问你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 这个是全球变量 这个是函数 我接下来把这个函数的引用传走 并且这个函数里边应用了这个全球变量 请问 我把这个函数的引用传给这个地方 请问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去掉这个函数 这个地方可以去掉这个函数 没错吧 用这个函数的期间 可不可以这个函数去用这个地方 它指定的全球变量 可以 没有问题 那么我这个时候不也可以理解 为既有数据又有函数进去了吗 我可不可以那么理解 绝对没有问题 你这个时候是就是相当于 你把功能代码传进去 以及把数据传进去的 没问题 但是这么多 和咱们传一个比报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接下来还要传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也想要给它的话 请问这个函数按理说 是不是也用了这个全球变量了吧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去掉这个函数 假如说下面这个函数叫B 上面那个函数叫做A 我在去掉A 我在去掉B的时候 其实A和B都有数据 其实就全变量就是他们的数据 但是呢 A和B是不是共享的吧 你不能做到个人是独有的 假如言之通过列表 通过其他东西能做的 但是相当费劲 他们什么叫比报 一个优点呢 我给你不仅函数 还要给你什么呢 数据 看我怎么给的 我给你一个空间 我画一下这个句型 我给你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呢 我给你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呢 这是你所谓的那个数据 这是你所谓的那个函数 我接下来我把这个整体的 这个空间里边的这个函数 我把这个函数给了你 请问我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去掉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去掉的时候 请问他用到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这个空间自己都有的 我接下来 我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是又是另外一个笔包 这个笔包里边 我可以认为呢 他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数据 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代码 就是函数 那么请问这个时候 我在去掉的时候 掉的是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 拥有的数据 是不是这个地方都有的吧 我明明可以把全球变量 把这个带有全球变量的函数给你 你也拥有数据 也有代码 但是他们是共享 而咱们的币标 是不是个人是个人的吧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下呢 你想怎么改怎么改 你想怎么改 但是这种 A一改B就废了 B一改A是不是就废了吧 因此币标的好处就是 我给你封装了一个 单独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既有函数 又有数据给你 怎么用怎么用 也不用拉倒 反正就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这就是币包 一定要深方式的去理解它 那么币包呢 咱们简单来说 想要实现币包呢 基本上大体的 编写的流程是怎么通的 应该还有影响 对吧 怎么想 这大体的方式就是地方 那地方前面一个函数 对吧 比方说叫1 然后呢 外面 里边还有一个函数 叫他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return了 是不是叉叉2了吧 这个地方我问你答个问题 我怎么区分 带括号 还是不带括号的 你别觉得这个东西简单 就是你怎么才能 真正的把你自己说服呢 答了不错 答了相当好 你记住一个原则 你要是调括号 就是写上括号 我就是去调你 你要是不写括号呢 就是你在哪 就是不写括号 就是他的例子 你就认为啊 比方说你接下来让我干活 你的脑子里边 肯定是记录了我在哪 对不对 我在这个地方坐着呢 你说东哥 取来给我煎个鸡蛋一下 这就加括号 这样就调 人家说东哥 喊我一声 这就是不加括号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记住个原则 加上括号是调 不加括号 就是我问问你在哪 那么什么东西 可以加括号调用 咱们理理 什么东西可以加括号调用 你见过数字可以加括号吗 你见过字幕处加括号吗 你见过元祖字典列表加括号吗 对没有 那么咱们见过什么东西 可以加括号呢 首先第一点 写上类的名字 可以 写上函数的名字 可以 咱们冲刷件是这两种 对不对 写上类的名字 只是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写上函数的名字 只是调函数 那么咱们在昨天的 从来写过一个东西 叫做写上的 是不是一个实力对象的引用 我写上了一个实力对象的引用 那么情况 这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你保证 这个实力对象里边 拥有靠方法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调用了吧 所以说同伴 什么地方可以加括号 切记 能调用的地方加括号 类和方法 类和函数本来就可以调 实力对象也可以调 只要有那个方法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地方呢 再强调 千万不能在这个位置加上括号 否则就废了 加括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个地方这句话意味着 我先去调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什么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当做什么 然后我再把它返回到 谁去调的叉叉一 这个位置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千万要理解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笔包 咱们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笔包说完了之后 咱们后来在昨天的时候 是不是说了一下装饰器 对吧 请问你所认为什么叫装饰器 别笔概念 你别跟我讲太道理了 我就问你自己的理解 给代码实现功能 对你要明白 就是他学了个 是吧 学了个最爱的服务装作机 有什么用啊 我的函数已经写好了 我想在这个函数前面 加一些东西 比方说加一些权限印证 比方说想统计统计 这个函数执行时间 两种办法来实现 第一种 我上去直接修改 这个原函数里边的代码 第二种 我在不修改 原函数里边的代码的前提下 我通过特殊方案 去调它之前 先做一件事情 做完之后再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不是去解了 因此装饰器 直白来讲 你再去调这个函数之前 已经把这个函数的指向 即这个变量名 已经给它变了 变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可以相当于 函数的嵌度调用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其实最终变成了函数 嵌度调用而已 但是呢 咱们是用了什么东西 来实现的吗 是不是相当于用了臂包 臂包里边那个函数 是不是调的原函数了吧 咱们是用了臂包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咱们简单说过 在这个位置写上爱的符号 比方说什么叫set 咱们昨天一直在用这个set function 那么咱们昨天的时候 是这个地方写上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就省略了 那么同吧 昨天咱们是写了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要问你了 这个不带变数 这个带两个 这个带N个 这个有返回值 这个没返回值 写一个通用的 基本上会怎么写 就是被装饰的函数 可能有函数 可能有变数也可能有 可能有返回值也可能没有 这么多 那么在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点 对中如果拿到这个 比方说咱们上面叫这个的话 这个叫做靠下无线方式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把颜色给他改一下 选成这个python 那么我在去第七行 去调这个地方的时候 首先这个函数去调 就是用装 这第七行装饰器装的时候 首先调第七行 最后的答案就是 XXX不再指向 原来这部分代码了 而是指向这个 这个里边 只要想方式法去调用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解了 那么 在这个地方写上 FUNC 拖号 去调它就行了 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装饰器 如果我要想用 一个通用的装饰器 对被装饰的函数 通通都可以装饰的话 那么 这个地方 咱们说了 怎么的 既然你的XXXX 是指向了这个地方 那就决定了 你原来怎么掉XXX的时候 传来几个探数 得让这个地方满足 你说是吧 得让这个地方满足 那么 我这个地方写的XXXX 先是不是掉它 它里边 是不是才去掉原来的地方 那么因此 我这个地方写多少探数 是不是就决定了 这个地方有多少个形态 那么在这个地方 为了通用 咱们就直加 ARGS 星星 KWARGS 没错吧 那么 我接下来 我这个地方写上1 写上2 写上3 那么接下来都是以原则在这放了 如果接下来 我想 要用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的原封不动的传过去 那么直接这么写就废了 对不对 怎么写的呢 星 对 写上星 星星 一个星对原主拆 两个星对字典拆 拆完之后 这个地方最后的效果 就和什么一样呢 就和 掉FUNC 11 22 33 是不是一个道理了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星 那就变成了什么了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不是一个元素 是不是这就一个 这有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元素 是不是这原主啊 所以说一定要拆开 一定要用这个星把它拆开 好 那么 这是解决了参数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 可能有返回值 也可以没有返回值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那个问题怎么解 在这个地方 咱们说了 是不是直接加上RAT 你要是有返回值呢 你就返在这个地方去 我就拿过来给你 你要是没返回值呢 反正你默认也是NONE 我把NONE 给你返回的值 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吧 因此在这个地方了 咱们说了 通用的装饰器呢 基本上就是保证里边 是这个样子 绝对好使 这是通用装饰器 通用装饰器 好了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咱们基本上就说了 对 再有参数 没有参数 有返回值 没有返回值呢 通通装饰完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要继续往下讲 讲一个什么东西呢 昨天的时候 咱们讲解了 后边稍微 几个稍微有点复杂的 就是多个装饰器 对同一个函数装饰 还有印象吗 多个装饰器 对同一个函数装饰器 我只是说那个例子 说那个例子 比方说这是1 这是2 这是2 这是3 有三个装饰器 1 2 3 我在装饰的过程 最后的理解下 通俗的理解 装饰的时候 我是想要装它 但是它下面 不满足是个函数 我先要装它 但是我一发现 它也不满足 我先要装它 你说四个道理了吧 我一装它的时候 这次满足了 满足了 OK 我第一步先把它装完 好了 我第一步把它装了 我接下来再装它 请问我是不是在 它的外边装东西 我接下来再装它 请问是不是在 它的外边装东西 你要记这个原则 装饰器的装饰过程 是从下边向上装饰的 怎么理解呢 打个比方 这一天天冷了 你要有个东西 从老家里边游过来 有可能大包小包的 东西很多 你老妈呢 为了防止在路上 这个运输过程当中的损坏 有可能是缠了一个袋 然后呢 又找了个箱子 又找了个泡沫 给你黑起来了 请问是不是 先要封装队里边的 然后再往外封 然后就给快递 快递再封一趟 是个道理了吧 装饰的是 先从里边往外装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你令你的批箱 去旅行的时候 先装队里边的 谁先上来装队外边的 你里边还装不装了 对吧 那么将来 我就掉一轮勺 你老妈的东西来了 你怎么装 很开心啊 是吧 来 先装队外边了 再装里边了 再装里边了 请问是不是 调用的过程和装饰的过程 是不是正好相反的 记住一个原则就行了 原则 好了 那么这是咱们 昨天说的稍微复杂的 这个装饰器 那么今天 我接下来要给大家 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带参数的装饰器 带参数的装饰器 好了 看上这 看上这 我接下来有个需求 我接下来有个需求 我呢 有个函数 先保存一下 让他反显啊 比方说这个叫01 然后叫做 带有啊 这个参数的装饰器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写了函数啊 人家呢 很简单 就叫test啊 人家就叫test 他这里边呢 也很简单 打印了一个值 打印了一个值 比方说 test 然后呢 他这个地方呢 return了一个 turi return了一个读书 OK 很简单的 这个函数 那么我在去调用的时候呢 我一定是这么调的 没问题 一定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现在要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要对这个程序呢 进行添加全新的验证 我怎么添加呢 装饰器 好了 咱们写个 咱刚刚写过的通用装饰器 基本上是怎么写的 def set function 基本的样子啊 然后def 然后call 下游戏 function 然后在这个位置 然后咱们写个通用的话 通用后就是args 星星 kwrgs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return func 少了个u 少了个n 好了 那么调用他 调用他 然后呢 切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return 是不是靠方神 所以把它是不是给它返回呀 好了 笔包已经写好了 那么接下来装饰器 接下来装饰器 装 那么set function 昨天 咱们是不是这么用的了 那么最后的效果呢 person3 然后01 cast 我在调用之前 我打开一个东西 比方说 全线 验证 验证 然后1 可以吧 来 再实现一下 走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出来了吧 全线验证1 就来了 那么我接下来 来了一件什么事情的 有可能 我在这个地方呢 除了这个函数之外 还有一个函数 比方说 等下给它改一下 这个叫tet1 这个叫tet2 咱们给它改一下 tet1 tet2 我接下来呢 也要用这个装饰器 对它装饰 那么将来 我再去调1 再去调2的时候 请问 它此时的这个权限 是不是按照相同的权限 来进行验证 对不对 你调tet1的时候 是这个地方的答应 你调tet2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答应的 都是用相同级别的权限 来验证的 那么随着 我对代码的要求不一样呢 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一样的函数 我的验证权限不一样 很简单 那打个比方 在北京 你想要去进天安门广场 需要进过安检 就是你要去那个广场 就要过安检 所以说呢 有一次呢 我就带着我爷爷去了北京 然后呢 我爷爷立马就过了安检了 然后呢 那个警察叔叔一看 我爷爷将近70多岁了 过过过过过 跟你们就什么也不用安检 也不用拿到什么东西 带你身上扫 不用扫 直接过 来老大爷请过吧 然后呢 我过去的时候 来先生 把你包放到里边去 我拿了个这么小的包 那没办法 警察 老老实实实放吧 前面探了 后面探 是吧 我说这个探完了之后呢 我就过去了 知道吗 你没发现一个套点 不一样的人 将来是不是验证的 全线验证 级别是不是也不一样 还有一种情况呢 在上海我不知道啊 上海我还没坐过地铁 我不知道 在北京呢 是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偶尔呢 它是没有规律的 偶尔会出现一些警察呢 在地铁里边查身份证 偶尔会查 上海也有是吧 对你这个时间规律 你是找不上的 它就是为了 让你找不上 去推机看清晴 然后去的时候怎么着呢 还分人 女士呢 统统不查 但是如果 你要是演了那种 这个黄颜色的头发呀 然后穿了身上 N个窟窿的那种呀 往往就会查你的 女士也会查 然后呢 男士怎么着呢 男士一律都会查 如果要是看的是 老大爷呢 也不会查 然后呢 说得更直白一点 你如果打扮了 七星怪物的那种 百分之百查你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会怎么着呢 想要表达个意思 不一样的人 将来这个级别 是不是检查的级别 是不是不一样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同理 我有两个函数 这个函数和这个函数 我要将来对它进行 全线验证的级别不一样 问题尴尬就在这 我想要对你装饰验证 全线 我写一个装饰器 我为了做到用同一个装饰器 对不同的函数 一起进行装饰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 就写了个通用的 没错吧 我管你有几个函数 有没有函数 反正这个一定好使 但是呢 我对中发现出一个问题来 如果我这个地方用 我只是用这个print来模拟 我用这个地方 假如说来按着全线验证1 就是按着这个全线 就这样吧 全线级别 级别 级别验证 全线级别1验证 大家懂吗 是不是按了级别1来验证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这个地方写的是级别1 是否意味着这个和这个 都是检查的时候 都是按照这个级别1来检查的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打了个 比方在地铁查身份证一样 不一样的人 级别是不一样的 万一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给用户提供的普通的 一个是用来转账 那前面转账的那个 是不是应该验证的更严格吧 那么这种时候就废了 对吧 你写固定的肯定不行 这就牵制了个问题 也不是很尴尬 牵制了个问题什么呢 我怎么还能让 我去掉泰式的1的时候 这个里边知道 我需要全线线线1这级别 当我就掉泰式的2的时候 你不是也会掉吗 我怎么保证 你是全线级别2呢 简单啊 简单啊 来写个1 写个2 写固定的意味着啥 我穿了这个1 穿了这个2 且为是否一 我都穿了这 是不是穿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以原本身为保抬 那么我就把它取出来 那么来 比方说level level是级别 是吧 好像是级别 你们打游戏的人一个知道吧 对吧 这个叫ARGS0 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词了吧 if level等于1 那么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然后AL if level等于2 那得复制一份 然后呢 把这个写成2 请问他吧 一个没有问题吧 试一试吧 走 级别1 级别2 请问对不对 对了 但是牵扯的另外一个问题 有矛盾 什么矛盾呢 首先第一点 装饰器一般 不会影响到将来 你调用函数的 函数格数 我这个地方没有写函数 将来我调用的时候 我就不应该写 对吧 那么我现在在写上一个目的是 给这个靠方形传的 而不是给方形 这里边原函数传 你说没错吧 所以说呢 这就牵扯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这个函数 已经被用了很多次 假如说 就是这个态似的1函数 被调了100次 1万次 那么请问 你师傅的意味着 现在要把所有态似的1 里边什么都写上1 那这个是多麻烦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管怎么说 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想要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想要让他知道 这个级别是什么 请问 你是不是自己写的级别 那你把自己级别 往上调一调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不用验证了 难道不是吗 你自己去掉这个函数 你自己去设置级别 那你还设置什么级别 我要去做一件事情 是别人设置级别 别人来检测 这才能够达到 有效公平吧 对不对 我自己出卷 我自己判卷 那我就打101分 这还用说吗 那么在这个地方 请问 是不是经过 我刚刚给大家说这几个问题 最终说明一个道理 怎么做 不是不行了 最终表达出来 怎么做不好 怎么做呢 来 付这一份 付这一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怎么做更好 首先第一点 核心问题在于 你给他传 这是不对的 就是你给他传 这个思路就不对 不是说代码不对 是思路不对 你为什么要给他传 人家写的就不用探数 你拼这么一个人传 对吧 那么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在去调用 set function的时候 写上个1 调用set function的时候 写上个2 让这个函数 被调用的时候的级别是1 让这个被调用的时候 级别是2 那么是不是就可能出现 我原来调用 态式的1 态式的2的时候 该怎么写 是不是怎么写 是不是就不用再去 修改这个地方了吗 对不对 那么 既我在这个地方 详方的设法 是以上一个值 那么 在用装饰器 对一个函数装饰的时候 反而这个地方 后面写上一个括号 里边有一个值 这就叫 代有函数的装饰器 那么这个方案 之间出来 对后的结果 会变成什么呢 最低 结果会变成了 当你 这里边写上一个值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两步 最低 它变成了两步 一 调用 set 调用 set 下回线方式 并且 将将一当作实判 传递 二 用 用上一步 调用 到 返回 值 当作 装饰器 对 test 一 函数 进行 装饰 大家说一遍 只要你的装饰器里边带摊数 就分为两步 第一步 调这个函数 的时候 不再传 test1 传的是 括号里边的值 这个函数 你不管怎么写 你爱怎么写 怎么写 我不管 我把这个函数 调用的 返回值 拿过来 对test1 装饰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这两步 就这两步 咱们原来不写括号 这个扯销扯过了 咱们原来不写括号 请问同学们 这意味着什么 不写括号 是不是直接装饰器装 现在写上括号是什么呢 先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拿过来用它装 听听清楚了吧 我原来是直接装 现在不直接装了 怎么着呢 我先去掉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 我拿着这个东西去装 你返回值是个A 我就拿着A装 你返回值是个B 我就拿着B装 装的流程不变 但是呢 多了这个过程 多了这么个过程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 只要是带摊数装饰器的 只要是带摊数的 通通就变成这两步 通通就变成这两步 好了 接下来我把它揭个图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我这个地方 写上了个1 请问同学们 我接下来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函数就不掉了吧 那么我这个时候 返回值是谁呢 返回值是不是 扣方个审了 拿着扣方个审 请问是否意味着 是拿着这个东西 对它进行装饰 请问它里边 只有一层函数 能装得了吗 铁定装不了 那么怎么办了呢 如果要是 对带有装饰器的函数装饰 请同学们 先把基本装饰器写完 两个函数的一个 在外边再套一个 然后呢 比方说setparamence setparamence 就是试制探数一番 大家知道吗 为了这个可读性 setlevel setlevel 是这个级别 好了 那么同学们 这个地方呢就是level 比方说number 快起来 请问 我把这点 我删了 它这个地方 是不是得返回东西 是吧 它这个东西返回东西 返回什么呢 不确定 先行声量 试制探数 里边这是什么 先看这部分 这部分是一个什么 装饰器 那么我怎么才能得到 这个装饰器啊 我在外边 再套上一层函数 这层函数 返回质 返回谁呢 返回 装饰器 就是返回里边 这坨的第一个函数 的引用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写成set function 哈喽同学们 我说一下此次的调用流程 看着此次的调用流程是这样的 当你这个地方有参数的时候 第一步先去调用 不能调用set function了 是set什么呢 set level set level 这个地方变成set level set function是调不动的 set level 来看着 我接下来 调用 1 调用set level 请问 是不是调用这个函数 把谁当作是他了呢 1 他这个值就是1了 然后我接下来执行代码的时候 请问我1执行这个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定一个函数了吧 这就定一个函数嘛 那么接下来定一个函数 并不会到函数里面去执行啊 所以说 这句话执行完了之后 立马跳到这个地方来 你说没错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是返回的里边这个 里边这个笔包的 是不是这个函数了吧 把这个返回到外边来之后 请问是否意味着 这个地方 已经有了一个结果啊 是不是已经有了个结果了吧 就相当于先去掉这个函数 已经有了个结果 那么请问 此次的结果是谁呢 这个东西的结果是谁呢 set下无线 这个function 你说是这个东西了吧 我拿着这个东西 对它装饰 请问现在前面没括号了吧 就后边上面没括号了吧 那不就可以装饰了吗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用set function对它装 那么接下来 Test1指向谁啊 Test1指向它 它里边又指向它 接下来 当我去掉Test1的时候 到底掉谁 当我去掉用Test1的时候 实际上还是掉的靠方赛 实际上还是掉的靠方赛 那同学 外边它加两层 这个函数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外边再层 让你保存一个数字 里边再层 让你保存那个函数的引用 最里边再层 去掉用外边低层的函数 去用最外边再层函数 最外再层函数的值 听得清楚了吧 就是要去用 那么请问同学们 这个地方还需要写这个了吧 不需要了 那么这个地方写的什么呢 选中它 Ctrl D 下滑线 Number 执行一下 验证1 验证2 来看这 假如说这个级别是 假如说这个级别是10 假如说这个级别是10 那么咱们为了以示验证 这个地方我就写10 你看这 我把这个函数再调用的时候 按照它的级别来10来验证 走 刚刚运行的 这个不能说明一定道理了 我刚刚运行的是原来的 看这个 是不是现在全线验证 级别是10 是不是没问题了吧 比如说现在确实是运行的02个了 这个代码能对应的上 运行的这个 那么10就出来了 特别人发现一个特点 如果你接下来你这个程序 就有级别什么1到10 1到200 那么接下来我用这个带有参数的装饰器 装饰的时候 是不是就迎刃而解 把这个问题给你解了吧 请问 我这么做 和我这个地方把它给它给成 我在两种方案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写法我看到还简单一点了 这个写法更复杂了 这个地方三个还落在一坨了 那好恶心 他们什么特点 如果我要是用左边 那么将来所有原来调用太刺一太刺二的地方 通通都得改 对不对 那么这种方式是我只改一处 所有调用的地方 是不是通通都不用编 是不是就是这个愚合凶长的一个取舍了吧 那么说得直白一点 这个愚合凶长的取舍的理量讲 你可以选这个也可以选这个 那么从今以后呢 这个就不要选了 就只选这个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因为这么做 不可能也不现实 因为什么呢 权限级别验证是你调用者 说验证级别就验证级别了 你咋这么厉害呢 你做不到 是人家给你提供这个函数接口的人去确定的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而不是你调用者 是函数的定义者确定的 所以说懂吧 这个地方呢 那么以后就用右边这个 用右边这种方案 好了 这就是带有参数的装饰器 算吧 给大家五分钟加了理一下 好 好